房地部部长尼克敏早前透露 将会向巫统领袖解释新村生意的课题 以免巫统被反对党误导 不过巫星团却反过来建议 教导尼克敏马来土地的历史 巫星团团长埃克马在面子书表示 没必要和尼克敏讨论新村生意的建议 如果非得会面 巫星团将会教导尼克敏认识马来土地和马来西亚宪法 埃克马还说 如果YV同意 那么我们找个合适的日期吧 尼克敏2月1号透露 政府准备探讨为大马华人新村 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不过巫统总秘书阿斯拉夫反对征线建议 并担心华人新村如果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地位 将冲击马来人在大马的土著地位 巫统区理主席穆哈摩哈山也重申 巫统反对新村生意的立场 活儿文化遗产的地位